XYG 2比3西败 KSG 9月在采访中哭了 看到现场有很多粉丝一直在喊加油 而XYG已经吞下三连败了 看到这一幕真的很扎心 9月的心理终于绷不住了 9月今天你们已经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 我相信这一步是你们这个赛季的开始 加油好不好 好的 我们会认真复盘比赛的 我们后面会继续加油的 谢谢各位粉丝的支持 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 也谢谢XYG 我们都相信XYG好不好 相信不相信他们 不过今天的状态总算有所回暖 葛大爷更是拿到了五连爵士 预测这场比赛一小局没对 这也是非常离谱的 第一把XYG掏出了侨夫体系 开局KSG连拿两个人头 但秀斗的老夫子连续两次捆到公孙黎 为XYG稳住了节奏 这把秀斗的咋得非常好啊 是的 残血的老夫子 回去了 这把秀斗捆得好嘴啊 对 9月的药也是非常的丝滑 在比赛8分钟的一波蹲草 9月配合酷鞋直接顺秒吸尸 KSG三人率先支援了过来 花木兰在倒地之前打满了伤害 9月的药吸收完伤害 还撕血逃生了 还抢一下 还抢一下 没推掉 点他点他 可以把别人逼回去了 踩到那三面 9月踩回去 可以军过来 收一下 倒出来 没闪现 在比赛11分钟 双方在红区进行拉扯战 9月从侧面进场 一套技能差点秒掉了小九 金宇的进进场直接被秒了 阿泽的项羽也被留下 直接切后 能把他摸 能把他摸 进倒了 项羽 项羽 扫了过来 闪现把绑的拉 锤呀 拉回来 绑住了 强拆 小兵送进去 打这个小羽 再拉回来 要打个小团面 主持人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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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好好 来一点 小弟们 来一个炮车 热炮车 就是我们 孙孙孙 SYG 9月的药真的太秀了 已久干零的数据拿下了MVP 第二把KSG的阵容很怪 赵怀真打边路还是第一次 开局KSG三人想抓酷鞋 酷鞋的夏洛特直接闪现反打 队友支援过来 直接打出零换三 XYG拿到了天狐开局 但金羽的孟奇发育得非常好 一直保持着一号位经济 XYG这边好像拿他没办法 在比赛十分钟 金羽的孟奇大招进场先描沈梦西 秀斗的鱼击点他根本不掉血 孟奇签个名是银已经无敌了 在最后一波团战 孟奇大招直接把秀都给秒了 XYG解决不掉这个孟奇 最终被KSG一波带走 第三把是XYG最可惜的一把 本来在五楼拿一手顿山绝杀了 海悦露娜和孙上香拳被限制了 前期XYG顺风顺水 盾山只要驾着盾推进就行了 在14分钟的时候 XYG破掉了KSG的三路高地 但是他们这波打得太急了 状态不好还想三打二一波 被KSG反打成一换三 这样反而把暗影主宰给到了KSG 最后一波XYG又出现决策失误 对面三高都破了 着急的应该是KSG 结果盾山直接背回两个前排 秀斗的敌人杰被猪八剑黏住了 KSG打掉盾山之后 小九的孙上香直接二连击破 刚好上路有大龙 KSG直接一波完成了翻盘 XYG这把输得有点可惜 连续两波出现决策失误 葬送了大好局面 第四把XYG依然打得很有 林梦的婉儿在下路 一打二直接单杀小九 上路9月也完成对篮的击杀 这把XYG拼的就是操作手法 秀斗的公孙黎也非常的丝滑 这一波把金宇的篮给秀了 XYG一直压制着对手 早早就推掉了KSG的两路高地 在比赛16分钟 9月的公本先手开团 打出了太乙的复活 林梦的婉儿在进场 把伤害拉满了 用一波三连决胜带走比赛 哇 林梦 哇 全部都飞死了呀 卡其拉一切都散心进去了 三连决胜 哇 林梦 哇 林梦 哇 第五把开局秀斗的 哥亚一路狂飙 对小九完成了单杀 但金宇的要秀了起来 一波团来回拉扯打出一换丝 KSG瞬间掌控了场上的局势 11分钟经济已经拉开7000了 XYG的两路高地也被破掉 这把就没有能翻盘的点 最终在比赛14分钟 KSG团灭了XYG并推掉水晶 XYG遗憾没能拿下春季赛首胜 后面两个对手是Hero和涛博 只要打出今天的状态 再减少一些决策失误 XYG还是有机会打回来的 大家觉得XYG的首胜对手会是谁呢